一心为我消费 我就能获得一万返现 工作交接完吃完晚饭 我拿着夏末的房卡悄悄上了楼 一进门就听到了流水声 难不成老夏知道我要来 所以提前洗澡 女士主 我来给你送茶来了 我直接脱光钻进被窝 二十多分钟后 没开灯的卧室 文叔洗完早走过来进被窝 哈哈老夏 今天该我进宫了吧 啊 文 文 文教授 对不起 我还以为是老夏 所以才 刚才我以为老夏不配搭 所以压住他的双手 可堵住对付的时候便足在挣扎 那啥 我先走了 文教授你好好休息 我离开后 文叔呆呆地躺在床上 脑海中回想着刚才的一幕 身体上还有一种一样的感觉 仿佛灵魂都在站立 这时夏末进了来 哟 小文文你这么懂事 已经躺在床上等我回来了 见对方没反应 夏末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文文 你这是怎么了 这是文叔才反应过来 林冰刚才来了 什么 夏末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面头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他把我当成你 强行纳 混蛋 他怎么能这样 文文 你放心 我这就去打断他三条腿 你不是说自己喜欢你人吗 为何会跟林冰在一起 我 夏末一时说不出话来 眼神也有些慌乱 文文你误会了 林冰那家伙就是太耗色 跟我闹着玩的 是不是闹着玩的 我刚才已经体验过了 如果你不说实话 那咱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文文 我说 我全都说 随后夏末把事情一五一事全部说了出来 包括两次夜戏 这次是因为电影票房的事情 才和林冰约定好了 见对方沉默不语 对不起 文文 我真的不是有意隐瞒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竟然忘不了 你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 好 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找林冰那家伙算账 另一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便在隔壁开了个房 这时电话响起 看到是夏末打来的 我直接接了请 林冰 你现在在哪 老夏 我在1402号房 你 还没说话 门就被破开 老夏 你这是干嘛呢 我干嘛 你刚才干嘛了 我什么也没干啊 还不承认 你是不是强行把文书 我心里有些发虚 应该不算吧 夏末突然向我走来 老夏 有话好好说 咱别动手啊 哼 好好说 有本事你去跟文书好好说啊 老夏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啊 我这不是把文书当成你了吗 再说了 大晚上的他怎么跑进房间里 还洗完澡不穿衣服 难不成你们两个还要 只要我们两个喜欢 关你什么事 你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难不成文书也喜欢女人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喜欢女人怎么了 你有意见 此时我意识到文书为啥同意帮我 原来是夏末这个女妖精把她拿下了 老夏 你可真牛掰 退服 退服啊 我告诉你 文书的身份可不简单 你现在把人强行那个了 小心自己想命不保 啥意思 她什么身份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不过去年宋行辉还有那个刘志上 想要找你报复的时候 本来还打算对音乐公司和醉香楼下手 不过文书发话了 他们就不敢乱来 这时我才知道是因为文书的帮忙 老夏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哼 刚才爽的时候不管不顾 现在你问我怎么办 要不 我现在亲自去跟文教授道歉 道歉有用 还要警察干什么 老娘刚从星辰长拼拉回来 二十多个革新 准备趁机撞打TT音乐 然后文书又看在我的面子上 好不容易才来了一趟江城 可你第一天就干出这种事 还让人家怎么原谅 行了 我现在就去找文书道歉 不管他是打还是骂 我都认了 等等 道歉没用的 我有办法 你要是真的想挽回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说着就给了我一个眼罩 啥意思 你不是吹着自己对付女人很厉害吗 那就把文书拿下 你 你没开玩笑吧 文书可是喜欢女人 我怎么拿下 嘿 你是装傻还是真傻 男人跟女人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否则老娘怎么会便宜了你 这话信息量好像有点大 回想起昨晚的感受 难怪昨晚感觉有些熟悉 好像之前经历过一样 原来之前两次摸黑做我身上的是老夏 我靠 这么说昨晚我是主动送上门 老夏 你确定这样能行 我向来都是让别人自愿的 不然岂不是禽兽 你本来就是个禽兽 非什么话 还不快点 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解决不了的女人 好吧 为了TT集团 那我就牺牲一次 然后我拿着眼罩往隔壁房间走去 离开的时候感觉有些争 待关门声响起 文书立刻睁开了双眼 你怎么现在猜出来 老夏你怎么在这里 不会是在听墙角吧 这都几点了 你们还一直没动静 要不是我在这里守着 刚才文君和清清就进去了 什么 文君和曼青也来了 废话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人之走了 你赶紧说说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呵呵 兵哥出马 还能有拿不下的女人吗 还好意思吹 我看你走路腿都软了吧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江城夜问 再来几个都没问题 老夏你试试就知道了 夏莫听得浑身燥热 这时文书走了过来 文教授 文文 你没事吧 你跟我进来 我有话要说 该不会是要找老夏算账吗 半小时后 大家都没事吧 看什么 这都几点了 你不知道去定格饭店啊 难不成想把文文饿死 啊啊啊 那咱们赶紧去吃饭 吃完饭 他们商量工作 我直接回别墅不叫 晚上醒来 发现夏莫和文书也来了 老夏你这是 废话 文文好不容易来一趟江城 难不成还让人一直住酒店 对对对 那你们今晚就住这里 我出去找个地方对付一下 出去干嘛 你不在 谁晚上伺候文文 我去 还有这种好事 你放心 我一定安排到位 这五天 文教授也开始反客为主 两女让我体验到 什么叫做快乐并痛苦 甚至又开始怀念大力晚了 天马娱乐的工作计划 已经确定下来 刚加入公司的40多位明星 也都安排好了工作计划 夏莫也把音乐公司 和影视公司的 设立在了江城 一切尘埃落地之后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刻 宾哥 你有空一定要去航城找我 姐 我还等着文君 你生真正的大明星呢 沐文君轻轻点头 这次他演唱 《地球大爆炸》的主题曲 也火了一把 看到一旁的文书 我走了过去 文文 我也会去看你的 听到这一声回应 仙女怎么了 还不是照样被我收拾服服帖帖 送走众人后 想着华天实业 25%的股份 留着也没什么用 折算成钱 也不过才200多亿 直接送给荣姐好了 这次多亏了荣姐的帮忙 保税区项目顺利进行 自己赚的都不值这么点钱 等他真诚指数上来后 随便报警一下 又能赚一大笔 想到这里 我便向8号别墅走去